今天要来推荐一款掌机模式下的Decky Loader自制插件启动器 虽然已经很多人已知用火了 但因为很实用 所以还是来专门介绍一下 功能是可在掌机模式中按选项键多出个插件的选项 可在里面下载其他制作者做的好用插件 比如更改键盘颜色 更改游戏图示 更改UI界面等等 甚至可以直接查看ProtonDB网站的游戏相容程度 安装方式很简单 GitHub网页都有详细说明 我会将连结附在影片下方 第一步 我们来到熟悉的掌机界面 按下Steam键打开选单 进入设定 在系统分页下 找到启用开发人员模式 我们将它打开 然后移到最下方的开发人员分页 找到CEF远端侦措 我们也将它给打开 打开后系统会要求我们重新启动Steam 这里我们选择立即重新启动即可 接着直接切换到桌面模式 推荐使用键盘滑鼠会比较方便 这里我们需要输入脚本 比较直接的方式 就是透过浏览器 找到Decky Loader的GitHub网页 将安装脚本 直接复制下来 贴到Console终端机执行 第一个就是了 网页往下移 找到安装步骤 选择最新正式版的脚本指令 将它复制起来 看不懂的话可以用网页翻译 大致了解意思 这边有写整个步骤 之前的我们的做过了 我们看到带灰色底的指令列 将第一项最新版本复制起来 全选后我使用Ctrl加C复制 复制好了以后 打开开始功能表 从系统找到Console终端机 我们把它打开 接着点选右上角的贴上 然后按Enter执行 这里需要我们Sudo的权限 输入自己设定的密码 按Enter后 就会开始安装脚本 好了 我们完成了 回到掌机模式 看看效果 接着按下Steam Deck 右下方三个点的实体选项键 此时已经可以看到 最底下插件的选项跑出来了 在右上角有商店图示 插件可以到那里面下载 这里我私心推荐机款 其中首推的就是ProtonDB插件 ProtonDB网站收集了许多用户 对于游戏的反馈 能否执行 相容性如何 在大数据的加持下 其准确性相较于官方认证 有过至而无不及 找到ProtonDB Badges 我们选择安装 安装好了以后 打开游戏页面 就能在左上角看到 ProtonDB网站的认证 金色 代表调整过后 可完美执行 绿色 通常代表原生执行 白金 代表打开机完 不必调整 黄铜色 则是可能存在死档 影响体验 红色代表不可玩 像这款官方尚未认证的游戏 但ProtonDB判定未金色 其实还是可以玩的 除此之外 还能点击认证标志 引导到ProtonDB网站 看看其他玩家 对于该款游戏的 游玩体验 即反馈 是不是很赞呢 对于已安装的插件 还能做些细部设定 比如调整标志大小 以及位置 接下来介绍 Steam GridDB插件 让你可直接透过插件 浏览Steam GridDB网站上的 共享作品 该网站聚集了许多游戏的图片 Icon Logo等等 有时候Steam上 游戏图片会有尺寸错误的现象 像是本该直立显示的尺寸 但确无支撑横幅的图片 导致看起来就很乖很丑 这时候 我们就能透过Steam GridDB插件 将图片替换成我们喜欢的样式 以刺客教条为 这很显然出现了错误图片 要更改 也很简单 选取游戏后 按下Steam Deck 右上方那小小的三横杠实体选项键 会看到多出了Change Artwork的选项 然后就能看到 该游戏林郎满目的 共享艺术作品 按R万切到最右边分页 显示的是当前游戏的使用图片 看看这个错误图片尺寸 显得很不协调 按L1回到第一个分页 找个自己觉得顺眼的图片替换 有识图片出不来 大概是网络问题 就尝试切换分页 或者按A10体键试试 或者跳出插件 再进来 找到喜欢的图片 按A10体键安装 然后跳出插件 就可以看到图片已经被替换 看出顺眼的图片 心情整个也都不同了 再随便找个显示错误的游戏 Mary Snowballs 这游戏 我自己都没印象 大概是免费领取的 进到游戏页面 连里面的横幅图片都没有 到底是多冷闻 我们尝试替换看看 图片又出不来了 切换分页 尝试按A键 或者跳出插件 再进来试试 哦 终于出来了 不过图片还挺少的 感觉左边的最顺眼 那就是它了 我们再找看看横幅的图片 还好还是有人制作分享 看起来都差不多 选个最左边的试试 退出去看看效果如何 还不错 总比本来黑压压的图片 好上一万倍 如果不想要使用 自己下载的图片了 也是到Change Artwork 按R1切换到 当前使用的图片 直接在图片上按A键 然后选择垃圾桶 删除即可 我们退出去看看 原本的实在很丑 我在家回来好了 再来介绍一款 可以增添个人风格的 UI插件 CSS Loader 它能让你变更掌机模式下 UI的颜色 图框样式 甚至是客制化的键盘颜色 让你Steam Deck 跟别人宇宙不同 安装好后 进入到 CSS Loader插件 在最上方的 Manage Themes管理主题 里面就能下载到 由不同玩家制作的 UI插件 下面是我已经安装过 正在使用的插件 只是当插件 都是启动状态时 其实看起来会很混乱 因为每个插件 通常都会有数个自定选项 我是以每个插件之间的分隔线 来帮助判断 各个插件的范围区隔 简单说一下 像这个Round插件 在启动后 游戏图片会有导圆角的效果 而这个Deli Footer插件 会变更下方状态列的颜色 跟形状 进入Manage Themes管理主题 可以看到更多玩家分享制作的插件 像是有改变音量调颜色 移除播放按钮的闪光特效 改变键盘颜色 或是像我有在使用的隐藏SD卡图示 另外还有改变特色主题 改变按钮配置提示 像这个也是改变主题风格 这个则是可以完全客制化键盘颜色 我们来安装这个主题试试 找到刚刚安装的主题插件 预设是关闭的 先把它打开 整个感觉都不同了 非常有特色 如果要删除不想用的UI插件 则回到CSS Loader 进到Manage Themes管理主题页面 按下R1 切换上方不同页面 到中间的Installed Themes 这边就可以针对 不想使用的主题插件做删除 另外来特别说明一下 当系统跳出更新讯息时 打开插件启动器 进到左上角的齿轮设定 这边除了可以更新 Decky Loader自制插件启动器版本 还可以对里面的插件做删除 或者是当插件 使出更新时 也可以到这里做升级 整个Decky Loader自制插件启动器 从安装到使用 大致上也就这么回事 其中还有许多没介绍到的插件 就带各位自己摸索看看